欢迎回来 围起两天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周四落幕 双方官员在最后一天的会谈中 继续就网络安全、人权和经济等问题进行对话 并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签署多项合作协定 不过专家认为 美中对话在经济议题上不过是老调重谈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中共在相关问题上不但没有改善还变得更糟 请问本台记者来自华府报道 美中最后一天的会谈在美国财政部内举行 双方继续就网络安全、人权、经贸等议题进行对话 其中以经济问题为主 普遍关注内容包括中共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美中企业在市场准入中遇到的障碍 以及人民币汇率等 不过专家认为 对话只是给中共一个继续拖延问题的机会 我们还在讲过同样的问题 在实际上它变得更糟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 中国的行动、中国的政策都变得更糟 在前一天会谈中 美中双方针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迁召开了特别会议 周四 双方还在能源和环境方面 签署六个新的合作伙伴协议 双方同意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污染方面加强合作 但专家指出 这些内容不过是老调重谈 并不会让情况有所改善 学者时间道表示 他更想通过美中对话了解中共新一届政府 未来将采取何种具体经济改革措施 如果中方无法提供详情 就表明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改革意愿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